大情妇的热播带火了很多历史名人 比如烙爱 吕不韦 赵姬这些人 但人们关注点似乎都在关于他们的八卦上面 这也是这部历史证据被人诟病最多的地方 但是有个人物没出现的时候 弹幕里无数人都在呼喊他的名字 都想知道他什么时候上线 而这个人上线之后 国人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完全不用任何的绯闻和情感吸引观众 他靠的就是纯粹的军功和战力 他就是大秦灭六国最大的战将 王杰 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皇帝 依据秦王扫六河 虎氏 河雄灾 敬献秦始皇的霸气 但实际上秦始皇的一生并不平坦 尤其是前半生 他遇到好几次大的风险和挫折 这里面秦始皇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就发生在秦始皇继位后的第十年 也就是他家冠礼的这一年 按照冠礼 13岁登基的秦始皇 这一年也到了亲政的年纪 就在这一年 发生著名的落矮之乱 秦始皇命悬一线 最终秦始皇剿灭了叛乱 并且借助落矮的事 连带着赵太后和相国吕不韦 全部下台 这一年秦始皇开始亲政 也是第一次把权力牢牢抓在自己的手里 你如果把事情想的就是这么简单 那你在宫廷政治中活不过第二集 在烙矮之乱中 嬴政的确是平定了烙矮 顺带着太后和相国很快下台 但是很快另一股势力就填补他们原来的权力 这就是华阳太后的楚系势力 平定烙矮之乱的昌平君和昌文君 就是楚系势力的代表 而且吕不韦之后 常平君继任丞相之后 嬴政的确是收回不少权力 但还不能完全前纲独断 这里面楚系势力依然非常强大 秦始皇17年发生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秦始皇派内使藤灭海 秦获了韩王安 在那里设置影川郡 秦国统一大业 最后一幕正式开启 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 那就是华阳太后之死了 她是享尽孙荣之后死的 并没有电视剧里演绎的被妖精之类的桥段 楚系集团的同面人物去世了 这在秦国政坛可以说是不亚于一场大地震 很快 这场大地震效果开始显现 华阳太后去世之后 昌平君很快也被罢免了职务 秦始皇把楚系势力彻底清除 目的就是为了要灭楚 这一次宫廷变化与当年清政的时候差不多 秦始皇这一次终于可以彻底自己做主 在楚系势力被清除 昌平君被霸向之后 秦始皇意气风发 终于可以完全由自己一战报复 秦始皇21年 急于求成的嬴政 没有采纳老将王俭的建议 最终派李信率领20万大军 发动了灭楚之战 这相当于是秦始皇第二次行政 在彻底一个人说了算之后 秦始皇的灭楚之战 没想到迎来的却是他人生的第二次危机和惨败 秦始皇怎么也没想到 李信的20万大军灭楚 迎接他的竟然是惨败 惨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昌平君突然叛变 给李信的大后方造成威胁 李信无奈之下回击昌平君 结果被两面夹击 大获秦军两营兵力 斩杀秦军七个都尉 这是秦灭六国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你让彻底掌握了权力的秦始皇明白了 老将王俭说的需要60万大军才能灭楚 是老成持重之词 秦始皇的政治水平是非常高的 他并没有因为之前罢免了王俭 就和王俭置气 很快放下身段来请王俭出山 而作为老将王俭心里更是明白 迎着来请自己 自己肯定是要去的 因为白起的例子就活生生的摆在自己面前 白起就是因为无端被罢免 最后和秦王置气 就是不肯再次出山 结果被秦王赐死 决心出山的王俭 为了让秦始皇放心 向他提了很多看似过分的要求 请美田宅院持慎重 以请田宅为子孙一二 出关前又连续五次求则美田 连部下也开始担心会不会太过分 王俭才说出自己的用意 秦王生性多疑 如今秦国全国士兵尽交到自己手中 此时唯有向秦王诸多要求 才可以表明自己 除了金钱以外别无他求 借此消除秦王怕他拥兵自立的一句 看到这里 你大概就明白 什么叫半军如半虎了 王俭这一套组合拳下来 果然迎着面对一心安享晚年的王俭 非常放心 六十万大军可是秦国的核心家当 交给王俭的时候 必须是放心的 而且还有一个细节 一定要注意 这里就要翻看前面的故事 那就是落矮造反的事 很多人都记住了落矮造反的时候 身份是太后的男丑 事实上落矮之所以敢叛乱 而且还有那么多人跟随他 是因为落矮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 长信侯 秦国之所以强大 就是因为改革了爵位制度 非有功不能封侯 而落矮所封的是 秦国爵位中最高的一级 猎侯 王俭在灭土前 那也是战功赫赫的 但是依然不足以封侯 这次出征老将王俭还有一个重要请求 那就是封侯 秦始皇许诺他 灭主之后就封侯 王俭也在不断的 要钱 要田 要关中 彻底让秦始皇 打笑了一律 最终在老将王俭步步为营的打法之下 楚国这个当时战国地盘最大 势力也最为广阔的国家 最后被秦国所灭 自此秦国统一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 此后的战斗基本上就是催过拉朽式的 古代军权体制下 功高振主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又是像王俭这种 六国之中五国都是他灭的 这样的功劳完全能够 够得上功高振主 但王俭是个有智慧的人 身为战国四大名将 他的下场是最好的 最能打的白起 从无败记替秦国彻底消灭主要对手的有胜力量 最终的下场是被迫自杀 其他两位李延波和李牧 纵有天才之能 但赵王实在昏庸 再加上秦国势不可挡 依然是免不了失败和被杀的命运 只有王俭实现了最大的工业和最好的着落 聂楚之后 王俭终于实现了自己封侯的理想 被封为五成侯 并最终全身而退 成为后世无数全臣武将的典范 而且子孙也都是很厉害 王俭是唐朝狼牙王室和太原王室的始祖 这样的成就和后代足以让很多人羡慕不已 企图效法王俭的做法来消除皇帝的戒心 最著名的就是魏忠贤的例子 只可惜他这样的人只学到了行 完全没有学到神 最后下场奇才 当年魏忠贤被崇祖皇帝勒令退休回家 如果他灰溜溜的走了 也就还能保住一条小命 结果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想起了王俭的故事 于是他也效仿王俭 大摇大摆的把这些年积攒的金银财宝 全部拿出来 明目张胆的运回老家 用魏忠贤的话来说 就是这样的行为表示出他回家享乐的决心 绝对不会对崇祖产生威胁 结果恶贯满盈的魏忠贤遭到报应 崇祖皇帝在他走到半路 就决定弄死他 王姐那是手握兵权 要钱那确实是表示要享受 不会威胁君主 他魏忠贤算什么 崇祖动动手指头 都能要了他的命 还想着回老家享福 你哪里是表示不会威胁君主 是你压根就威胁不到皇帝 你能做的就是夹起尾巴坐院 封建时代特征就是这样 君主和臣子最大的矛盾就是 皇帝既希望臣下有能力立大功 同时又害怕功劳太大 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王姐作为秦朝统一天下最大的功臣 实现了安全着陆 也算是给后世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 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 只不过有些人学到了精髓 有些人却只学到了皮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